好 我不要说 那绕完以后这个字才出来 我不要嘛 因为还要做很多变化 字的颜色变化啦 然后字的大小变化 等你完完以后我后面才出来 当然不要啦 所以这一个要怎么改呢 不能接续前动画 再改成与前动画同时 懂得吗 我要改与前动画同时 所以说你再看我的效果 我这已经改 我刚才是与接续前动画嘛 了解我刚刚是 这一个绕圈圈是 接续前动画 所以后面的这三个 一定要等他表演完 他才会表演 所以我不要这样子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效果改成 把这个接续前动画 改成与前动画同时 这样子 与前动画同时 所以你看喔 我再播一次 没有 这一拳动画同时 这一拳动画同时 对啊 应该是啊 难道我错了吗 因为这个效果就等于是说 他刚才那个浮上来的效果 有没有 被这一个绕圈圈 等于是取代掉了 他不能这样慢慢的飘上来 他是想要飘 但是被绕的圈圈跑 所以我必须要给他延迟 让他飘完以后 了解喔 让他飘上来以后 再做这个动作 我应该点这里啦 这里 让他飘上来以后 再来绕 所以先等个 看要等个 一秒吗 差不多一秒 等个一秒的时候 再来绕 所以我这里必须要 考虑到说 等个一秒才来绕 不然的话 向上飘浮的动作会不见 我们再来看一次 有没有 上来对不对 再来绕 这样各位了解 这都是细节的地方 要知道 所以你看他 OK 好 那顺便我就一次讲完 不是一次讲完 那他绕的速度太快了 刷就绕的速度太快 我要慢慢的绕啊 慢慢的绕啊 所以我可以去更改他的 我只要对他按右键 我可以更改效果 事实上也可以从这边直接改 他是两秒绕完嘛 应该不是 来期间 我改看看好了 这边也可以 我这给他改个 改个 三秒 三秒 夸张一点 五秒好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后面的不对哦 后面是不是接续前动画 所以这个要改哦 与前动画同时 这都要改 这要改 否则会他表演完他才做哦 所以这都要改 这都要改 接续前动画 接续前动画 这样了解哦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为什么德性 刚才有点乱哦 有没有 各位了解哦 这样子 OK 好了